哇 好漂亮啊 记得这里吗 南融集团 A5 码头 我有经验了哈 看来船还没有靠岗 排满了车辆 这些都是等待着要出口到海外的汽车成品哦 热烈欢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青岛市分会代表团一行 在楼上看就很壮观 那边有海 一名麻麻的全部是汽车 泰国汽车制造出海 从南融码头开始 每一年可以出口100万辆汽车 2023年2月18日下午 以中国贸促会青岛市分会李鸿刚副会长为首的青岛企业经贸代表团 在中国贸促会驻泰国代表处李峰首席代表的陪同下 历临泰国最大滚装码头南融A5码头 早在49年前1974年的时候 南融集团已经是我们中人集团的代理了 早在2005年南融集团被我们中国青岛啤酒 在泰国成立了盒子公司 并且有望在今年在泰国设厂 南融A5码头是泰国最大且唯一一个专业滚装船码头 包揽了泰国的汽车批量进出口业务 年出货量就相当于泰国汽车行业的年出口量 每年都有上百万辆新型汽车 从这里运向世界30多个主要港口 再中转至其他国家和地区 2018年南融码头获得了ISO 45001 2518规范版本的认证 它也是泰国获子殊荣的第一家企业 泰国南融集团董事长王喜元先生 现在做南融集团滚装船码头介绍 目前整个码头实行无纸化运营 从汽车运输出口到与货主和汽车组装在线交流 汽车运输的整个过程都已实现实时追踪 货主可以在网上查到后装船的具体情况 故而码头的数字化发展将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南融A5滚装船码头在泰国排名第一 亚洲第二 世界第四 泰国重视数字经济发展 泰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AIS和朱拉隆工大学 开展合作使用机器人和5G技术 未来南融码头还会研发芯片 该芯片将安装在即将出口的汽车上 让装船的过程从原来的人工扫描升级为自动阅读 并记录车型及装船的传次 这将大大减少人员的投入 让南融码头成为全自动化的滚装汽车码头 泰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工业4.0规划 未来一定是以科技带动经济发展 今天阳光甚厚我们又来露台了 大海果然是站的高忘得远 我们现在上车去码头转转 哇看到前面的滚装船吗 好大好大一艘啊 我们现在下车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大海 我们相信泰中两国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 将有非常大的空间 极潜难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我说数段 我说数段